我们看第四节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及处置 内容涉及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供应价值计量或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供应价值计量转换为权益法核算 权益法转为供应价值计量的集中资产 成本法转为供应价值计量的集中资产 还有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我们看单选题的第五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 20年1月1日 甲公司以银行存款1000万元 取得已公司5%的股权 将其划分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基础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年12月31日 其供应价值为1100万元 那21年3月1日 甲公司令支付 1亿2000万元取得已公司48%的股权 能够对已公司实施控制 这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当日原5%股权投资的供应价值 是1200万 那假定的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21年3月1日 甲公司对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出市投资成本是多少 原来的是金融工具确认和尽量准则规判金融资产 那由于追加投资 达到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那这个时刻呢 长期股权投资出市投资成本 是在购买日这一天 原投资公寓加上新增公寓 那原5%股权投资公寓价值1200万 我们现在新增的是一亿两千万 所以这个呢 就是1200万再加上一亿两千万 那一亿三千二百万 选项B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单选题的20 19年1月1日 甲公司支付800万元 取得以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形成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购买日以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寓价值是600万 19年1月1号至20年12月31日这个期间 以公司以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寓价值为基础 持续计算实现的净利润是50万 没有分配现金股利 因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增加其他综合数一二十万 说除上述事项外 乙公司无其他影响所有的权益的事项 21年1月1日 甲公司转让所持有乙公司80%股权 那转让取得的款项是880万 原来是100% 现在转让了80%丧失控制权 当日甲公司持有乙公司剩余20%股权 供应价值是220万 那转让后 甲公司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定的甲公司有其他子公司 则甲公司因转让乙公司80%股权 在其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机构是多少 那这是属于原来是控制成本法核算 现在出售了部分投资 不再控制了 剩余的是属于权益法核算 那我们合并报表上确认投资收益 认为是把整个投资都卖了 剩下供应价值取得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 储值股权取得对价是880 那你全卖掉了 剩余股权的供应价值给的是220 这是全部都卖掉了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些对价 然后你和整个投资的价值去比 那投资价值里面 一块是说 按照当时购买日 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 持续计算的金额 另外还有考虑商业 那我们看持续计算的一部分 当时购买日取得是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是600 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投资的在开始 后续的由于实现了净利润是50万 还有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增加其他 多数20万都会增加净资产 那之后我们原来取得时是800万 买百分之百 它的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只有600万 所以有商与200 也要把它算进来 这是属于投资的价值 那当然我们还要把原股权投资 它是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 形成其他综合收益是要转损益的 那我们再把与原油股权可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20给加回来 那等于250 这个题目选项非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单选题的22 20年1月1日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 300万元取得以公司60%股权 能够对以公司实施控制 当日以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为450万 那这与账面价值相同 21年10月1日 乙公司向非关联方秉公司定向增发新股 增资270万 相关手续于当日完成 乙公司增发股票后 假公司对乙公司的持股比例下降为40% 那对乙公司丧失控制权 但仍具有重大影响 这是被投资单位增资 投资方持股比例下降 原来控制现在不行了 现在是重大影响 20年1月1号至21年10月1日 这个期间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是150万 那假定无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21年10月1日 假公司因股权稀释个别报表 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事 然后说确认其他中央收益8 确认投资收益负42 确认其他中央收益负42 然后确认投资收益是8 我们看21年10月1日 那假公司要确认投资收益 我们怎么确定 就是认为 把投资有一部分被稀释部分给卖掉 然后得到的对价 他们的差额寄到投资收益里去 那这个投资收益得到的对价是什么 原来是60% 被投资单位增资270万 我们现在持股比例40% 那这40%部分是享有的 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对价 然后要减去账面价值 注意我们的投资 原来控制是成本法核算 并不是权益法核算 所以算账面价值时呢 它的原来初始投资成本300万没动 只是把这一部分 相当于是放弃了三分之一 因为是留下40% 相当于卖掉20% 所以60%的20%三分之一 那最后等于8 就要确认投资收益 第十正确 我们看单选题的23 21年6月5日 贾公司将其持有的一项 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全部出售 取得价款是800万元 当日办妥相关手续 出售时 该项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是700万 其中投资成本是500万损益 调整150万 可重分类尽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50万 然后不考虑增值税等 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贾公司处置该项股权投资 要确认投资收益多少 我们这里面呢 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都卖了 那你确认投资收益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投资收益 然后就要考虑 是不是有其他综合收益可以转投资收益 那是被投资单位 的其他综合收益能转损益 我们也转投资收益 如果他不能转 我们也不能转 另外还要考虑 其他权益变动 形成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转投资收益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这个题目 那就是售价800万 跟账面价值700万的差 即投资收益 就是说其他综合收益可以转 可转损益的 我们加上50 最后150 选项地正确 那我们再看多选题的11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30%有表决权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对该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21年10月 甲公司将该项投资中的50% 出售给非关联房 取得价款3600万 相关手续于当日办理完成 那甲公司无法再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将剩余股权投资 转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那就是说原来有重大影响的 出售部分投资变成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那出售时 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为6400万元 其中投资成本是5200万元 随意调整600万 其他综合收益400万 那这个性质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供应价值变成形成 那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能转损益的 那还有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外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200万元 那这个呢 当然最终股权投资对外出售时 这属于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反应 其他权益变动 是要转损益的 处置剩余股权 供应价值是3600万 那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因素影响 关于假公司出售50%股权 下令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原来30% 我们现在是卖掉了一半 A呢 应将其他综合收益400万元 转入投资收益 我们虽然卖一半 但是你其他综合收益在截转的时候 一定是全转 就是认为整个投资全卖了 剩下供应价值取得吗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不能转投资收益 要转到流传收益里去 那我们再看一下币 应截转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200万 那也没问题 全转吗 原来的其他权益变动啊 200万我们全转 所以B 这个没问题 B肯定是对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再看C 剩余股权部分 应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资产3600 那我们剩下的供应价值来反映 处置是剩余股权供应价值 告诉就3600 那这也没问题 3600 我们再看应确认投资收益以前 全部卖掉了 那你看投资收益的计算 我们刚刚说 那其他综合收益要转流传收益 所以A不行 那B、C呢已经说过 那接下来我们看 就说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卖掉部分3600 然后呢我们看到 若进行权益法核算 出售时账面价值6400吗 那卖掉一半 6450% 这是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投资收益 把资本供给其他资本供给 资本供给200万都转进来 要加上 那剩余部分也调到供应 3600再减6400 乘以50% 最后1000 D是对的 所以这个D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怎么算 你说我卖掉部分3600 没卖部分供应价值3600 加起来 722 直接减账面价值6400也行 当然把资本供给那200也加上 我们再看多选题的13 甲公司原持有 丙公司60%的股权 其账面余额3000万 为计题简直准备 21年12月31日 甲公司将其持有的 对丙公司长期股价投资中的 三分之一 出售给某企业 这卖了三分之一 出售取得价款是1200万元 处置剩余股权供应价值2400万 出售日丙公司 按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 的净资产是6000万 在出售20%股权后 甲公司对丙公司的持股比例是40% 丧失了对丙公司控制权 但有重大影响 甲公司取得丙公司60%股权时 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是4000万 从购买日至出售日 丙公司以购买日供应价值为基础 计算实现净利润是1900 因其他债权投资供应价值上升 使其他综合收益增加1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A呢甲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因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确认投资收益12百万 那就是我们也知道个别报表里面 你卖掉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 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势投资收益 B21年12月31日 合并财务报表中 剩余长期股权投资列报的金额 为2400万 这里面啊 虽然丧失控制权了 但是有别的子公司还要编合并报表 那合并报表中 长期股权投资列报数 就是由别的子公司编合并报表 应该要体现是供应价值 就是我们的题目 21年底出售了 个别报表是追溯调整到权依法核算的结果 我们再看C 贾公司合并报表中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付了540万 那以后我们再看计算 D呢 贾公司对秉公司剩余股权投资 应采用权益法核算 那剩余有重大影响 当然是采用权益法核算 好看一下 和贾公司个别报表中 处置投资金确认投资收益 处置了 那是收到的对价1200万 我们卖了三分之一 而当时投资的价值数啊 是3000 你原来属于控制嘛 那控制就是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预额没有变过 乘以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 等于200万 然后说应在年末出售 合并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嘛 你要认他的公允 公允价值给的2400啊 所以毕业正确 我们再看合并报表中 确认投资收益 把整个投资全卖了 卖掉部分的售价 1200 没卖部分的公允2400 你这一天啊 全部卖掉会得到这么多对价 那然后我们再看 账面价值 那6000吗 这是我们告诉的 说贬公伞购买日 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账面 价值6000万 所以这个数 我们认为都卖掉了60% 然后要把商业给扣了 当时的初始投资成本3000 控制那个点上 原来购买日 被购买方可变成经资产 供应价值4000 我们持股比例60% 3000减4000 但是你要把说 整个投资价值 6000乘以60% 加上这个商业也行 那我连续往下减也没关系 然后还要考虑 那当时有一个 其他债权投资供应价值上升 这个其他中央收益 是能够转投资收益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60%投资 加上100乘以60% 因为当时只是60%份 最后是540付的 所以C也正确 D就不用说了 因为肯定剩下的权益法核算 我们看到是ABCD都正确 那接下来我们看综合体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系一家上市公司 19年至20年 对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业务的有关资料如下 那里给了一些资料 那我们再看其他有关资料 甲公司 有子公司 丙公司 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甲乙公司双方采用的会计政策 和会计期间相同 甲公司按净利润的10% 提取法令盈余攻击 不计提任意盈余攻击 且不考虑 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要求第一个 根据资料一 说明甲公司 所持以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计量 采用的方法 并说明理由 编制19年7月1日 投资时的相关会计份录 那我们就先看资料一 甲公司 于19年7月1日 以银行存款6100万元 支付给乙公司的原股东 取得乙公司30%的股权 甲公司 对乙公司的相关活动 具有重大影响 那19年7月1日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是两个亿 那取得投资时 被投资单位 仅有一项管理用固定资产 它的公允价值 跟账面价值不一致 除此之外 其他可辨认资产 负债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都相等 那这个固定资产的 原值是400万 以提折就80万 所以账面价值相当于3.2 以公司预计 该项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10年 以计提折就两年 预计性残值为零 按年限平均法提折就 那账公司评估 该固定资产的 供允价值360 说预计呢 剩余使用年限为6年 这是剩余的年限了 只有6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按照年限平均法来提折就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步 一个账公司取得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 理由 就是说取得乙公司股权 说对乙公司相关活动 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也知道权益法核算 或者是重大影响的 或者说形成的是 共同共产的合营企业 我们编制会计分路 建方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6千亿 先反映初始投资成本 贷房银行总算6千亿 然后初始投资成本 要和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去比较 那这里面30%投资 享有份额 两个亿乘以36000 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享有份额 那这个就没问题了 不要对初始投资成本 进行调整 所以只反映一个 初始投资成本分路 那接下来我们再 看要求的第二个 计算19年12月31日 甲公司对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路 这是第二 我们再看第三 编制 19年12月31日 甲公司合并报表中 对和乙公司内部交易的调整反路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说19年这个事情 下面的资料 资料 19年12月1日 乙公司将其成本为200万元的库存商品 为计题 简直准备 以300万元的价格 出售给甲公司 甲公司取得后 仍作为库存商品 这是一个逆流交易 至19年12月31日 甲公司以对外出售 40% 那19年度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 是1570万元 其中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 是500万 无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一步 乙公司19年7月1号 因为19年7月1号开始进行投资 至19年12月31日 调整后的净利润 总的是1570 那上半年实现的利润要扣除 就说一定要从 7月1号开始算起 总的1570 上半年500万把它给扣了 那然后我们就要考虑 在投资10点 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不一致差额 那对当期存在的影响 要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看这一块 那接下来 就说这项固定资产 按照公允价值 三百六除以六 半年时间乘以三分之六 只能是下半年的 这是下面提折旧 那账面价值 它原来的四百除以十 乘以三分之六 这是说 公允价跟账面不一致 提折旧的问题 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个 内部交易的事情 你想你这个交易 二百万卖三百万 然后卖掉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六十节存部分 要进行调整 所以乘以一减百分之四十 那等于呢 一千 这样我们看 一九年度假公司 持有以公司股权 确认的投资收益 一千乘以百分之三十三百 它有那么两项调整 借房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调整三百 贷房投资收益三百 然后我们再看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呢 就看存货里有多少未实现 因为这是在投资企业这边 那我们三百减二百 乘以减百分之四十 叫未实现利润 要乘以投资房持股比例 百分之三十 那你存货中未实现 原来影响是长期股权投资了 所以贷存货 十八 借房长期股权投资十八 这是第三个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题目要求的 第四个 计算20年12月31日 假公司对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并计算至20年年末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列出明晰科目的机构 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第五呢 编制20年12月31日 假公司合并报表中 对和乙公司内部交易的调整分落 这是20年 我们看一下20年的有关的资料 第三 20年3月1日 乙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提出 19年利润分别方案 按照19年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盈与攻击 那提盈与攻击 权益法核算没有处理的问题 那宣告分派并发放现金股利是100万 20年度乙公司实现净利润780 20年乙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增加200万 说括号其中160万元 为乙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工业价值变动 40万元的是乙公司其他债权投资工业价值变动 那160万未来是不能转损益的 40万是可以转损益的 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50万 那这个当然都可以转损 至20年12月31日 甲公司将19年12月1日从乙公司取得的存货 又对外出售40% 那出售40%呢 就40%部分就实现了 仍有20%未对外出售 那所以我们看这一步 20年以公司调涨后的净利润 账面上的利润是780 投资10点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不一致 差额调涨 那就是360除以6 按照公允价值提的折静 按照账面是400除以10 那这个差额 公允价值提的多 使利润会减少 所以把它减去 然后200到300的内部交易存货 我们上一年有60%没卖 本年卖掉40% 40%实现了 实现会增加利润 300减200之后乘以40% 那这样调整后的利润是800万 以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800乘以30% 240万 那我们算算这些民意科目 若至20年年末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初始投资成本 6100 然后我们进行了 损益调整的 19年 根据实现的利润 调整后的利润 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我们调增了300万 然后接下来 20年等 现在根据 调整后的净利润 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又调增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240 那当然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20年我们还有一个分股利的事情 宣告贩卖的股利100万 那长期股权投资会减少100万 乘以 30% 所以30万 那这里面 要减去个30万 其他综合收益 在20年等 我们也会看到 给的数字 200万 那乘以 30% 60万 所以要加60万 还有一个 其他权益变动 那要增加一个15万 就是说 告诉的其他权益变动 50 乘以 30% 15万 那这让算的账面价值 那最后呢 6685 投资成本 民意科目是6100 损益调整 那这里面就是300 这是19年的 20年分股利减30 又是实现了净利润调整的 加上的4500亿 那其他综合收益 明细的就是 20年发生60 其他权益变动 也是20年15 那做分路 借方应收股利 100乘以30%吗 30 代方长期股权 能损益调整 30 实际收到时 借银行送款 但应收股利30 那根据调整后的利润 800乘以30% 借方长期股权 能损益调整 代投资收益240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200乘以30%60吗 借长期股权 能损益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60 代其他综合收益60 然后再有 被投资代目 其他权益变动 借方长期股权 能损益调整 其他权益变动15 代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15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五个 那第五个呢 就是看还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200买300 还几存20% 这叫未实现利润 你就看存货率 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然后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30%来调 那还有6呗 所以借长期股权能质 再存货 6 这个第五个要求 我们再看第六 计算21年1月5日 甲公司出售对乙公司 20%股权 确认的投资收益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路 这是21年的 然后第七 编制甲公司21年 持有乙公司 10%股权相关的会计分路 我们看一下资料4 21年1月5日 甲公司出售对乙公司 20%的股权 出售所持有乙公司股权的 2分之2 出售价款4600万 出售后 甲公司对乙公司持股比例 变为10% 对乙公司没有助纳影响 且甲公司管理层将其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去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 当日剩余10%股权的供应价值为2300万 那第五 21年12月31日 甲公司所持上述 以公司10%股权供应价值2400万 那我们再看这两步 那第六 21年1月5日 处置股权投资 确认的投资收益 我们都处置了 全部卖掉 那就说4600 加上2300 就我们要全部都卖掉的 你确认投资收益吗 就认为全部卖掉 上岸供应价值买回来吗 然后投资的账面价值 我们已经算了 在21年底时 6685 把它都卖掉了 减去6685 对于那其他综合收益 有40 那一部分 你乘以30%可以转 有一部分是不能转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 你看被投资单位 这个被投资单位是160万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那就不能动 那160不能动 40呢 是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你这个可以转 160的要转到流存收益里去 因为总的是200嘛 所以我们这里面呢 计算时 就在这里面 40乘以30% 那你要记住投资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都可以转投资收益 那50乘以30% 最后是242 我们看会计翻录 卖掉部分借方 银行存款4600 那剩下这部分的供应价值 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说把它指定为这一类了 2300 然后把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冲掉 所以调整也冲掉 其他权益变动 15都冲了 那这有一个投资收益215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40乘以32% 还有呢 50乘以35% 那这两个转到投资收益27 160乘以30%的 那原来是被投资单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其他综合收益 转六三收益 一共48 4.8那是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43.2 这是他的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引价值变动 要记其他综合收益 期末时是2400 原来我们当时形成值 这是2300 所以上升了100 那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引价值变动100 代方其他综合收益100 那这是 21年 我们看第八 计算甲公司处置 所持已公司10%股权 对其二年度净利润 和所有的权益的影响 并说明理由编制相关会计分路 我们再看资料令 22年1月10日 甲公司将所持已公司10%股权 予以转让 卖了 取得价款2430 这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出售了 这比较简单 所以 二年净利润的影响没有 因为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不让营销损益 这类投资只有正常股利 收入营销损益 别的根本不影响 那对于所有的权利影响 我们卖掉了售价2430 减去2400的账面 等于30 然后理由 就是这类投资 你终止确认时 售价与账面价值差 留存收益 以前供引价值变动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也要转留存收益 不影响经济论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留存收益部分 属于所有者权益内部的截转 那你转过去 所有者权益总的没变 那我们就是一个售价跟账面价值差 影响所有者权益总的就完了 所以要做会计翻录 借方银行存口2430 代方呢 其他全球工具投资 成本2300 供引价值变动100 那这差额30 10%呢 带盈于攻击3 90%带利润 分配为分配利润27 那其他综合收益的100 借其他综合收100 10%带盈于攻击10 90%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那就90倍 第五节是合应安排 内容涉及概念及合应安排的认定 共同基因中合应方的会计处理 再有呢 对共同基因 不享有共同控制参与方的会计处理原则 我们看单选题的26 下列关于合应安排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合应安排中参与方对合应安排提供担保的 该合应安排为共同基因 那你判断共同基因 与这个担保没关系 共同基因的是说 对资产相有权利负债承担意义 这是共同基因 你要是合应企业是对境资产相有权利 所以这个当然不正确 我们看B 当合应安排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时 该合应安排为共同基因 如果说连个单独主体都没有 那一定是共同基因 但是不能说 有单独主体了 就一定是合应企业 合应企业对境资产相有权利 要求是必须是法人 但是你有是单独主体的 不一定只有法人资格 我们再看C 两个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 是某项安排的 该安排构成合应安排 两个参与方组合不行 我们要求必须是唯一的才可以 有一组参与方 那我们看D 合应安排为共同经营的 参与方对合应安排有关境资产相有权利 这不行 合应企业是对境资产相有权利的 所以正确的是B 我们看多选题的时期 A公司B公司C公司签订一份合同 设立某法人主体从事汽车的生产和销售 合同中规定 A公司B公司一致同意 即可主导该主体的所有相关活动 并不需要C公司的同意 但若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50% C公司具有对该主体公开发行债券或权益工具的否接权 那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有 A公司和B公司能够共同控制该主体 这个没问题 我们是实质性的一些权利 只要是属于合应方 一致同意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A跟B是合应方 他们一致同意 当然就可以控制这个主体 B C公司对该主体不拥有实质性权利 那C是一个保护性权利 说资产负债率超过多少再融资 他必须听他的意见 那就不是实质性权利 这也是对的 再看C C公司不是共同控制该主体的参与方 它是非合应方 它不是参与方 A和B共同控制 所以C也是对的 D 该主体由A公司 B公司和C公司共同控制 这不行 C不算数 所以我们正确的是ABC 好 这一章的题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